-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忻 謝老師 又到了我們這個所謂的 各種可能大家想要知道的訊息 那我們從影片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這一年一兩年可能受到疫情各方面的影響 有幾個人非常疼的 除非就是真的你去做什麼 疫苗相關的一些行業 比如說這個吃了可能對身體健康會好 這個可能打了以後有防疫的一個效果 也許你會賺得到錢 那要不然像現在 其實我說真話 我們真的好多好多朋友都問 老師怎麼辦 我也有過很多這個什麼 數十年的老店 幾十年的老店 就是冠名卡機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所謂的富貴好命的一個手下 首先第一個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手下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好 飛黃騰達仙 飛黃騰達仙就是有手掌的底部 這個地方直接一路往上衝 衝到你大概差不多在這個所謂的中指的部分 其實沒有衝到中指沒問題 衝到食指跟中指的中間那個縫穿進去 也OK 因為他只是飛黃騰達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大概十幾二十歲 他可能做了一個某個工作 賺到大錢就是 他就一輩子就在那個行業以後 一直做到的 他有可能成功的找 也有可能在中年的時候 中段的時候成功 好 但是他就是一路就非常順順順順做到 也許就做到了 也有真的有人五十幾歲以後 突然間就是退休以後 重新再做 找一個工作來做 結果一做 哇不得了出名了 這個就不屬於 我講的非法通達性 他可能就是大氣完成性 如果你的這個像是從底部 底端一路往上衝 中間即使有分岔 或者交錯 就是這個長到這裡 再繼續連下去 但是它是分開 就是幾乎是冰在一起 這樣子放上去 也可以 那也許我就是換了一段工作 如果我有這樣的手項的話 不妨依照你的八字 尋找你適合的工作 然後從裡面去找到機會 好 保證 好 很容易被謊成的 第二種呢 當然手項面相 各方面都要互相搭配 第二種呢 就是所謂 欸 嗯 大業 成就型 大概成就型 基本上來說就是 我的感應線 一路咻過來 很多人會想說 那老師這個是斷掌 斷掌 他跟斷掌有點像 他有他的優點 優點就是 他可能對於某些事情 他對的事情 他是很認真來做 以前所謂的斷掌 他不是單手斷 你就是那個 就是一定會不好 其實基本上 他配合的其他 表示他對某一 一旦做下去 他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認真 好 所以斷掌是分 單手跟創手 大部分來說 我們講的都是屬於 不要偏向單手 至於雙手的話 有時候講 個性就比較執著一點 可能軍人警察 大將軍 不好的時候 他做綠林好漢 他也是老大 所以 不一定 不一定那個 好壞都有 360行 他很粗壯 再來看 就是這一種叫做 一生有才行 一生有才行 其實他比較偏向朱沙掌 就是我手掌這裡頭 中間的紋路裡頭 他會有一點一點點點 淡淡的 應該不要 淡淡的這種紅色 就是紅色 透出來 他不是皮膚過敏 像我這個裡面也有 不過我這個 我有給這個 我們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個這個面相大師 偉千里 他的師弟 看過我的手下 他說 你這好可惜 這差一點點就變真朱沙 不過你這個也不錯 以前就說你這個 早期來看的時候 這個30歲就非常有成就 所以有些人就發達的很少 一生有才 他就是發達的早 一路就是到了 最後一下來跟大家分享 你有沒有偏向這一種 這一種手下 大家要用另外一個角度看 不然的話你會看得很奇怪 好 正片才勾強的這一種信號 正片才勾強的人 他就是我的這個五指裡頭 比如說我的食指跟中指中間 有一個圓圓的 看得到圖像上 有一個圓圓的 鼓起來的 再來中指到無名指中有沒有鼓起來 我名指到小指這邊有沒有鼓起來 然後 我的拇指跟食指的下方 這裡有沒有鼓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從中指過來以後 到小指中間這一段下方 這裡有沒有鼓起來 古代這個就是五丘 五丘基本上來說 豐厚飽滿 鴻潤明亮 基本上正才偏才 都算強 怎麼樣你可以讓他看起來 能夠更好呢 你合在一起的時候 把水滴在你的手上 其實夭夭晃晃 始終在中間這個 五個丘中間 在裡面不流出去的話 就是屬於好的手上 不管你有哪一項的這種手上的一個特徵 都要先恭喜您 在未來 其實你的這個手上上面來說 可以說是還有大大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們朋友在這邊祝福所有好朋友們 都能夠實事順心 財源廣進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影片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你想要知道什麼訊息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到時候呢 都會一起跟大家來分享喔 那我們下回見 拜拜 進行鎖定風水有關係的YouTube頻道 裡面有更多資訊跟大家一起來分享喔 那麼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